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全国蒙古族比例最高的地区 主持人小静 要找的却是一位东北汉 他叫狼林 打扰一下 不好意思 您好 请问哪位是狼林先生 您好 您好 终于找到您了 狼林 45岁 莱德马业创始人 狼林的图食业图赛马场 是当地最野人瞩目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这里饲养的马 随便挑出一匹 都是价值几十万的纯血马 让我们意外的是 狼林在经营马场前的身份 竟然是火锅店老板 当时我是这个火锅是连锁店 一共有12家店 连那个营业额都达到商议 那时候生意就非常火 当时的狼林可以说 创造了吉林餐饮业的一个奇迹 这也让他获得了不少同行的羡慕和赞许 这时候周围人 甚至包括狼林自己都认为 他已处在事业的最高峰 然而让狼林没想到的是 他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2006年的一天 狼林带着家人一起来到了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的 朱日和赛马场 这里是一个旅游景区 观看赛马比赛是其中一个旅游项目 在观看赛马比赛时 狼林是异常的兴奋 他相中了一匹蒙古马 因为这匹马呢 是这次赛马比赛的冠军马 他当即就决定买下它 可是呢 狼林的妻子却是强烈的反对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狼林在经营火锅店的时候 就已经喜欢上骑马了 因为只有在马背上纵横奔驰的刺激 才能让他从繁忙紧张的工作中抽离出来 获得无比的快乐和轻松 那时 狼林会不时地向妻子提出 享养一匹宠物马的愿望 对丈夫的想法 妻子当时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马呢 我觉得呢 毕竟是玩物啊 我总呢 担心它会玩物丧志 可是 狼林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想法 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 终于 2005年的这次内蒙古之旅 给了狼林实现梦想的一次绝佳机会 当时那个比赛非常激烈 有一匹蒙古马跑得非常好 比赛完以后跑个第一 我一看到 我就喜欢它 然后那时候呢 蒙古马的价格都是比较便宜 一般五六千块钱一匹 但这个马呢 由于那个素质特别好 比赛又跑了第一 然后这个马主呢 要四万块钱 才能卖给我 狼林不顾家人的反对 花了四万元 买下了这匹冠军蒙古马 我买回来以后呢 我自己给它起个名字 就叫四万 这是真事 我起名字就叫四万 回到吉林后 狼林把四万 放在了自己 位于松花湖的度假村 进行饲养 其实 狼林买马最初的本意 是希望在繁忙的工作中 通过骑马 能让自己时常紧绷的神经 得到暂时的放松 但让狼林万万没想到的是 四万的出现 让他的生活 从此不再平静 学会了骑马 也爱上了这项运动 狼林时不时的 他就在朋友之间炫耀骑马 给他带来的乐趣 可是慢慢的呀 狼林觉得 老师自己一个人骑马 没什么意思 于是 他就趁着业余时间 让公司的高管 陪他一起学习骑马 大伙看狼林如此爱马 也就都过来捧个场 没想到 这些高管第一次 陪着狼林学习骑马 就见证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自从把四万安排在自己的度假村后 骑着他翻山越岭 穿越森林 成了狼林工作之鱼 唯一的爱好 之后 狼林一发不可收拾 他又花了十多万元 买了五匹萌骨马 为的是让公司同事 一起分享骑马的快乐 我的性格是比较火爆的 然后非常喜欢骑马这个运动 大家在一起 骑马一起骑的话 马自然而然就晒起来了 就这样 骑马 赛马 从此成了公司领导间 相互交流增进情感的平台 狼林越发认为 自己买马的行为 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定 但是让狼林没想到的是 不久 自己在与公司高管骑马比赛时 就出现了意外 当时我们是五匹马 一起在赛 大家一起跑 一起跑 马一赛以后 后面的马追前面马 前面马就越跑越快 我得前面跑 马本身有一种比赛 这种心态 他们互相 比如说你比我快 我要超过你 这样的互相超来超就超来 所以马就是 等于受惊了 这种 其中有一个马 就挤了狼总那匹马 然后狼总就从马上 就跌下来了 看得很清楚 头上下掉下来了 狼林属于典型的东北大汉 他身材魁梧 体重有两百来斤 可以想象 这么庞大的一个身躯 从马背上掉下来 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更何况 当时 他是头朝下摔下来的 大家都认为 狼林这次一定是凶多吉商 我们一看 头朝下跌 然后我们就赶快 我马就给拉停了 然后下马之后 过去扶狼总 扶起来之后 狼总一看 已经昏过去了 然后扒起来之后 已经跟我们都不认识我们了 当我清醒过来以后 看到周围的 我都记不住了 记忆力是非常模糊的 我就在我们下面的一个 旅游度假中心 我都记不住了 反复地问周围的人 我现在在哪里 怎么会是 这是哪啊 看着狼林逐渐恢复意识 大家不由得输了口气 幸亏赛马时戴上了头盔 要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此次狼林虽然逃过了一劫 但是却没能逃过 妻子的责备和埋怨 因为我觉得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家庭和家人的安全 是第一个 我觉得她的健康 比什么都重要 妻子心痛之余 提出要把度假村的马匹 全部卖掉 面对妻子苦口婆心的劝导 狼林并没有因此 做出丝毫的退让 我也是比较倔的 喜欢的东西 就一定要把它弄好 狼林不但不愿意卖马 他反而想继续扩充马的数量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他收集了大量 关于马的讯息和资料 了解到骑马在国外 是一种非常受中产阶级喜爱的运动 也是经济效应十分可观的好 而且 狼林还发现在他交往的人群中 许多人都非常喜欢骑马 于是他建立了一个马术俱乐部 并把这些爱马人士发展成为为人 由于我们这个马友 这个队伍不断的壮大 人数越来越多 原有的几匹马 根本不够大家骑 后来我就经常上内蒙去买马 在内蒙古自治区 柯佑中骑买马的过程中 狼林遇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一天 一位自称是当地体育局局长的人 突然到他居住的旅馆登门造访 狼林心里十分纳闷 俩人素未谋面 对方为什么会找上自己呢 可是这位叫于信和的人却说 在2005年他就已经认识了狼林 早在2005年的时候 他就是为了骑乘 结果他选中了一个一匹 我们中期最好的一匹马 也就是全国冠军 他用高价给买了 当时是他花了四万块钱 买了这匹马 我很惊讶的 当时的马匹的这个价位还没那么高 所以说我通过这个我就跟这个牧民联系 就想健身这个狼总 那么于静和千方百计找到狼林 究竟是为什么呢 当时的时候我们那个马匹啊 在这个有一些个退化 没有很好的马 在全国比赛当中呢 也没有领先的地位 这样的话我今通过这个 找一些这个有识之士 让他们来投资 然后就跟我在洽谈 有没有可能联合举办一个 联合主办一个克尔庆的马术俱乐部 于静和的想法正和狼林的心意 因为内蒙古可以说是马的故乡 在这儿养马 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 这里还是全国最重要的马匹交易市场 国内许多重大的赛马比赛也在这儿进行 所以要想做好马产业 就必须从这里开始 于是在2006年10月1号 双方合伙成立了科尔庆马术俱乐部 俱乐部成立以后呢 我们就是在一起啊 就探讨这个关于这个 咱们国内的这个马产业的发展 那么我们要在狼林的这个投入下 想开发一些个马的全产业链 这样的话呢 先从这个马匹的这个去买卖和这个繁育 还有一些个形成一种这个马存产业链的构成 要想形成马的产业链 首先就要从源头抓紧 也就是要为俱乐部引入最优良的马种 可是狼林在一次次参加和观摩国内举办的各种赛马活动后 竟然相中了一匹跑全了腿的肺马 这真是让周遭的人都匪夷所思 2007年的4月份 我在那个我们那个广东买了一匹非常好的木马 当时他参加了我们的全运会 跑了一个第六名 这个马呢 这个跑完以后腿就受伤了 但由于那时候他年龄特别小 才四岁 狼林花了三万元的价格 买下了这匹叫魅力逼人的纯血马 其实狼林买下这匹跑全了腿的纯血马 有自己的打算 因为纯血马以优美的线条和闪电般的速度而著称 是马中的真品 如果魅力逼人无法康复的话 至少还能成为一匹繁衍后代的优良种马 我觉得这个马是一个非常好的马 从此呢 要结束了它的运动寿命 甚至当那个肉马来处理 对这个马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我把它买回来 我亲自给它治疗 因为之前得不到细心的照顾 魅力逼人整个状态显得销售无力 再加上一条跑瘸了的腿 许多业内人士都认为 这匹马应该是废了 但是狼林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它 而是亲自喂养 派专业人士进行康复训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大半年的精心照顾 魅力逼人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 它又能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奔跑了 与此同时 狼林正在为魅力逼人策划着一次完美的亮相 2007年 狼林代表吉林省参加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赛马比赛 狼林特地带了他的爱马魅力逼人前去参赛 当时赛场上各省队的竞争那是异常的激烈 在魅力逼人上场前 狼林特地跑到他的跟前跟他说了几句悄悄话 而魅力逼人也仿佛听懂了主人在说些什么 兴奋的跑到了闸道前 那么狼林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此次魅力逼人参加万米比赛 他肩负着吉林队夺冠的唯一希望 因为在前几天的比赛中 吉林代表队的成绩不太理想 没有拿到过一项冠军 所以魅力逼人这次付出就显得意义重大 可是再次出现在赛场上 从前赛道上受伤的一眼 是否会给魅力逼人带来影响 还会全力以赴当天的赛事吗 当时魅力逼人从一号打出打 一路领先带头 在中途当中也是顺策 步伐也是非常顺畅的 他像听懂我话一样 他在跑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会合理地使用自己的体力 在直路的时候他就加速 到弯道的时候他就减速 这样他保证一个充沛的体力 最后把其他的马都远远甩在后面 获得了第一名 当时我们双手举得很高 这高喊 呃那个那个 加油加油 就在大家为魅力逼人胜利欢呼庆祝时 狼林的马公找到狼林说 魅力逼人 不是 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狼林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到底出了什么事 为何马公的脸一片苍白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火锅店老板狼林 因为喜爱骑马 33岁时 与人合伙开了家马术俱乐部 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别人开马场都是历尽千辛 寻找马中精品 他就摆下一匹跑瘸了腿的肺马 可是让人震撼的是 狼林用自己的爱心 让这匹瘸了腿的纯血马 魅力逼人得到贪 并且再一次站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 就在这个时候 狼林却被马公的一句话 吓得目瞪口呆 我马上跑回去 我看这个马已经散了住了 它就要倒下 因为我知道马一倒下就没救了 然后我说赶紧全力抢救 这样我们的所有的兽医啊 队员呢 教练员呢 全上去抢救这个马 经过队医仔细检查 这才发现 魅力逼人是严重脱水 因为当时天气比较闷热 气温高达三十几度 再加上比赛的路程较长 于是全力奔跑的魅力逼人 在比赛后出现了脱水的状况 狼总的团队的兽医 是当地内蒙古的兽医 经验没有那么丰富 而且治疗这种病 他们用当地的方法治 实际上这个马就应该 及时的输液 就免去它的死亡 当时那些人就拉着走 把那个马已经 累得走不动了 后来爬到地下了 由于对医错误的治疗方法 让魅力逼人 没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从而导致内部器官衰竭 虽然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救 魅力逼人 最终还是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当时呢 这个马 我亲眼看到它 咽下最后一口气呢 当它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我脑子里想的全是 它上赛场的时刻 我跟它说了一句话 最后它给我走到的第一名 给我带来的这个女朋友 想到我们俩的对话的时候 想到我们 我这块对它半年多的 这个疾病治疗 和它对它的施亚 和它的血液 我拿它就像这一七名 那时候眼泪就实在忍不住了 就是全部都流下来 这是魅力逼人时候拍摄的一张照片 狼林为它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 这种葬礼啊 是我们中国这个马圈内的第一次 也从来没有过 给马能举行葬礼 当时葬礼上 我们有呢 对这个马的道辞 然后呢 给马呢 身下铺满鲜花 把这次他比赛的 马匹号部的那个奖牌 都回到马上 在告别了自己的爱马 魅力逼远后 狼林居然有了放弃羊马的念头 就通过这一事 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 想不搞马了 以前我摔过很多次 以前我在马上花了很多钱 受到家里边很多的这个主力 我从来没有放弃羊马的 驯马的这个这个念头 从来没有过这个念头 但是魅力逼人这次 深深地刺痛了我 经历了魅力逼人意外死亡 深陷痛苦的狼林 会选择放弃马术俱乐部的经营吗 他能否振作起来 他还能继续自己的梦想吗 后来呢 慢慢慢慢慢慢的 我就是从悲痛当中呢 我自己呢 又就是 又那个 又觉醒了 觉得呢 就说 我应该把马爷做得更好 在全国甚至世界上 去得更好的成绩 才是对魅力逼人 我的战友的一个最好的回报 而不是说遇到困难了 就放弃了 我觉得这个马在九泉之下 都会嘲笑我的 所以我又坚持地走下去了 死去的魅力逼人 让狼林感受到了 纯血马的速度和力量 从此 他深深地喜爱上了这种马 于是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要把自己的马术俱乐部 建成纯血马的养殖繁育基地 可是当时全国纯血马的数量并不多 有的还是杂交出来的半纯血马 所以要想得到最好 最纯的纯血马 还得从国外引入 2011年 狼林从新西兰购买了64体纯血马 从新西兰运往中国沈阳 需要13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从沈阳的陶仙机场 再运往内蒙古科幼中旗 赛马场的隔离场 又需要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车程 如此长时间的舟车劳顿 这些交贵的纯血马 能够安人无恙吗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因为运输的时候 运输的空间很小 马很烦道 这时候马就会出现 就首先脾气暴躁 发疯一样 踢啊咬啊 所以这时候马很容易受伤了 历经了长途的奔波 眼看就要到达马场了 负责押送纯血马的马工和司机 忽然听到车厢传来 猛烈的喷喷声响 不时还伴随着凄厉的撕鸣声 两人忽然一声暗叫 不好 于是赶紧叫司机停下车 迅速地跑到后车厢一看 发现一匹一碎大小的纯血马 正在躲避旁边大马对他的踢咬 那个小马是受惊吓的 那个大马一咬 他一惊吓就踢 闹了很长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群生都流着汗 马工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照此下去 小马会因为流汗过多 造成脱水而死 面对此时脾气极为暴躁的纯血马 他们顾不得自身的安全 跳进了车厢里 马的隔板层 把那个大马给 投到另外一边 然后踩出来小马 经过奋力的拉扯与呵斥 纯血马渐渐恢复了平静 一场危机就这样得到了平息 其实运输中出现问题 不仅仅是因为路途的长远 气温 车速 以及车厢的大小 都是要注意的问题 稍不留意 都会给马带来难以预料的伤害 所以 运输马的过程中 狼林尽可能地想到和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 让一匹匹纯血马能够安然无恙地 来到他们的新家 真没见过马游泳 那咱们这个水池 现在水深有多少 现在水深是三米 三米 哎呀游泳高手啊 这都是深水期游泳 我想问一下 那个现在我觉得这个天气都已经挺冷的了 它这样游不会感冒吗 不会的 马是热血动物 游泳呢 对它这个健康是特别有好处的 我们一年呢 有三季都要给马游泳 春夏秋 都要给马游泳的 冬季呢 达到零度以下了 就不要游泳了 游泳池呢 对马训练呢 有两大好处 第一个呢 马的那个四肢当有伤病的时候 然后通过游泳呢 它不会把伤下重 第二个呢 马通过游泳以后 练它的心肺功能 有利于以后它的竞赛 从曾经得到一匹瘸了腿的纯血马 到现在整个马场拥有几百匹纯种的纯血马 狼林目前取得的成就 是许多马场主所难以企及的 当有人向狼林问起他成功的经验时 他都会自豪的说 多亏买下一匹瘸腿马 我们来德马业呢 一共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吉林的马术俱乐部 它主要是靠呢 给客人骑乘马 来实现我们的利润 我们内蒙古来德马业呢 主要是靠的 我们马匹的繁育 然后我们当地呢 又经常举行赛马活动 靠的一些门票的收入 这样呢 我们两块加起来呢 一年大概能实现那个销售收入 大概五千万 实现净利润两千万左右的 狼林的马产业越做越大 它的骑马俱乐部 也成为全国最知名的赛马场 每年在这里举办的赛马比赛 就多达十几场 业内人士 以及内蒙古草原上的牧民们 无不称赞狼林 是草原上真正的马王 如今呢 狼林已经拥有自己的赛马场 俱乐部 囤屑马繁育中心等 这一切都源于 他对马的热爱 可以说 他将自己的事业和爱好 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狼林可以拥有今天的成就 也得益于他坚韧不拔的意志 在这里我们也忠心地 祝愿狼林的事业 可以蒸蒸日上 好了 养殖有风险 投资续解胜 我是余小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你能听到你